接下來要跟我們分享的是佩潔 我今天想要實現一個 我一直想要完整的 改造我媽的夢想 因為她是我這一輩子最愛的人 可是她常常真的是很捨不得 花錢在自己身上 但是我從小穿的 就很花錢 對 我從小就很花 我從小穿的 用的 吃的 真的都很好 因為妳是想公主 對 所以人家都會誤以為說 我們家這是很好什麼 可是因為辛苦都她在擔 今天我覺得太開心 有這個機會要改造媽媽 好 我要介紹一下媽媽的衣服 妳要站起來 我要站起來 妳要站起來 老師 只有看到媽媽的衣服 才覺得我在家裡 真的是小巨人吧 妳看 是不是很迷迷 看到媽媽的衣服 對啊 很像小 妳媽媽的有少女 公主秀 其實我覺得我有一些眼光 會多少遺傳到媽媽 就是她的衣服都比較單色系 可是都會有一些些小鑽 什麼 像偶爾我身上 也會看到這種元素 然後因為媽媽皮膚比較黑 她就會選這麼亮的顏色褲子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都還不敢嘗試太亮 因為就很時尚 對啊 我覺得很亮 超亮 草木綠 對 媽媽超喜歡綠色 然後她的 因為她就整個人是很迷你版 所以她的鞋子 但我從小就有印象媽媽 非常愛買鞋子 因為她會覺得尺寸難找 所以只要一看到尺寸合的 她就一定會買 但是媽媽也不穿高的 所以球鞋是滿基本會看到 我覺得不穿高的 但她都會有這種這樣扣底 真高 內真高 對 真高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亮亮的 但我好擔心老師那邊 我們準備的衣服 是不是尺寸可以穿 叫媽媽現場蓋 厲害 才風機 來挑戰好不好 我們先風機 好緊張喔 而且媽咪 妳站在這邊一下 媽媽好小 妳等一下我們挑一下 我們挑一下 妳先挑 好 女兒幫媽媽挑衣服 到底會不會是媽媽喜歡的類型呢 好了 妳訂鞋店幫幫我穿 我挑好我想給妳的 但是我剛剛跟CAM老師說 妳沒有穿過洋裝 所以我還是上下身分開挑 但這個應該都是妳可以穿的 這個可以 對不對 然後這種短板的上衣這樣 然後下面不穿啊 想說下面給妳一個很酷炫的 你知道 因為我常常跟我媽說 她腿很細 所以我說幹嘛不露 媽媽嚇一跳 媽媽嚇一跳 一邊而已 一邊而已 媽媽會裁縫的人會覺得 這是不穿 美姐 媽媽為什麼不穿洋裝 因為我覺得身高不好 身高不好才要穿洋裝 妳真的很麻煩 這樣不好買 這樣好買 不好買 因為胸線都會 那個都會掉到這邊了 對 胸線的問題 要大一點 對 這邊都不合 對... 這邊怎麼會都不合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妳可以穿這種 比較散狀一點的洋裝 就沒有腰痠 對 它就不會有腰身的限制 對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 短板的 一般人穿起來短板的洋裝 妳剛好就是過膝蓋這樣子 剛好過膝蓋 就又很優雅 我是到上面 要不然就是 對... 我不要讓她有概念 半場不開 對... 妳看不像其實像這種一樣 妳這樣穿 就很像她自己的衣服 好像也是 除了裙子比較多 而且媽媽一直在看那個裙子 嚇到 而且媽媽有可能那個 穿了那一套以後 她裙子下面會露出那一節白的 然後 對 像佩傑媽咪 她是個子比較小 或者是妳的上身比較短的 的女生 就是妳在挑選 胸型 胸線的剪裁 妳要讓她是直線剪裁 不要是側面切胸線 對 因為側面的公主線 有些時候位置不對 就會覺得妳的胸部掉下去 位置不對 聽不懂 聽不懂 一般 我給她看一下 就是胸線的剪裁的位置 像這種 妳看 像這樣子的胸線 它是不是在側面 有多一道剪接 對... 有沒有 這個位置的剪接 如果妳的上身是比較短的女生 這個地方會掉在胸上 妳就會覺得妳的胸部 長在下面 就是這邊就長一點 對 就變很長 就一個間接的地方 會在下面 沒錯 所以一般如果說 妳的上身比較短的女生 盡量挑選 側面沒有胸線剪接 它是直接從正面 讓妳的胸部的弧度出來 這樣就不會有那種上身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這邊也是很小 它大很小 它一般都比較寬 你知道 寬它還是 鬆心它還是跑到旁邊去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在挑選的時候 就是如果說會修改衣服的話 妳就是把這個地方 微微的提肩 對 但是要看妳臨口的大小 臨口越小就不能做提肩 就變成妳要去修容 對 因為如果它臨口本來就很小 妳改完就穿不過去了 對 所以改衣服會這樣 或者是譬如說 像這種完全沒有胸線的 對 所以媽媽就乾脆想要不買 對 所以妳看像這種 完全就沒有胸線的問題 但是很好 它就是透過這種高磅束的針織 讓妳感覺上好像穿了 有穿塑身衣 好性感 妳有沒有穿過平肩 沒有 怎麼可能 好奇怪 對 我覺得佩姐媽今天 可以試試看洋裝 好可愛 我覺得媽媽試洋裝很開心 對 好